孙老师好 金远老师还有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孙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过去的音乐是从小一路学习到现在吗 是 因为我妈妈她本身就是钢琴老师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就是开启音乐之路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是家长啊 本身就是音乐老师 或者身边有任何音乐老师 就会觉得很自然的像我跟妹妹就会觉得全世界的小孩都要学音乐 因为所有来我们家的小孩都是学音乐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相当自然就开始了 那你早期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学习会不会有点抗拒 还是理所当然就一直练习这样子 抗拒是发生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 遇到瓶颈 对他有个瓶颈的时候你才会突然觉得说 好像我要重新思考一下我要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个东西上面 对就是但我觉得学音乐或者说我们在学一个专门的技术的时候 这种事情就会一直不断不断的 周期性的来 杀劳你那种念头就对 对 而且你慢慢也会发现你的同学跟你走不一样的路 是不是你也会有时候很羡慕他们 事实上因为我是台湾所谓的音乐班体系上来的学生 所以全部都是这样 对那音乐班体系其实尤其在我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是 就是一个班体里面可能在中途退出去走别的路的人 可能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绝大多数三分之二的人是跟你一起奋战到最后这样子 所以说音乐圈的朋友我们常常都是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样的交情在起跳 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这个事情我到现在回想我还是觉得我妈妈非常厉害 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学四年级左右吧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就因为台湾的音乐班是从三年级开始 就是二年级剩三年级的时候经过考试进去 那四年级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就觉得 哇我好想念一二年级的时候各种活动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跟我妈妈说 妈妈我想要转学出去不要念音乐班了 那我妈妈她也没有很大的反应了 她就说那你要做什么 然后她说你想一下那你如果不要念音乐的话你要做什么 那我在想一两个钟头跟她说我要去挖恐龙化石 我要去当考古学家 我妈也没有什么反应了 她就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 你再想一个礼拜我们再看看好了 她就这样结束我的对话 那碰巧那个礼拜 我学校就是有一个像成果发表的东西 然后小朋友就是很虚荣 就是很好被安抚 穿上那个表演的团服 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非常厉害 就觉得不然再待一下好了 是 那一待就是又待到了小学念完要升国中 那那时候又开始思考是不是要继续学音乐 臭巧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遇到老师给我一些比较鼓励的话 我就觉得好像值得再试一下 嗯 那再试一下确实也有考上国中音乐班 那就一直一路下去了 所以你说你妈很厉害是她对你的这个回复是很淡定就对 对她没有很激烈的去抵抗 我有想象过假设她很激烈的反抗我 我可能会花我全身心灵的力量来对抗 对来对抗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她太轻描淡写 让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不用很对不用去做太太刻意的回应 对对对 因为小朋友说她的讲话本来就有点有时候根本并不是那么完整 只是一个念头突然就不想念了 对对 所以父母亲也不用太在意就对 对其实就是就是有时候她就是一个念头突然冲出来 就小孩本来就是对所有事情都会好奇的 不用先急着否定她 她其实这个念头如果说这个念头真的很强烈 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相信我还是会告诉我妈妈说我要去挖恐龙化石 但是因为她其实没有强烈到撑一个礼拜嘛 那我自己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那么想要的 那个恐龙化石是你看到电视还是看到卡通 就是国小那时候就有那个侏罗纪工人 那时候的电影 对然后我家里从对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家里就是 那时候家长都很喜欢买那个很大套的那种百科全书 然后我就觉得暴龙长得真的很可爱 就是她头方方大大的这样子就觉得她的 尤其她的骨头特别可爱 对我不确定我如果真的有有幸看到暴龙本人 我会不会觉得她可爱但是我觉得她的骨头很可爱 那你练到什么程度你会感受到说 所谓的学音乐真的是跟先练之子是有点关系 还是说大家都可以纯粹的靠苦练来这个一路的这个成长 其实我一直都相信有天分这件事情 但是天分能不能真的支撑你到走专业的音乐之路 我目前的看法是否定的 因为天分其实顶多只能支撑你一开始启蒙时期 是不是表现得比别人好 但后面如果没有很专业的训练 然后没有耐心没有毅力的话 她其实是没有办法再往上发展 但是又回过头来看 没有天分的话她能靠苦练吗 她可以靠苦练 但是她真的相对难成为专业 因为其实因为我现在有在教学 一定很多家长问你这个问题 对 她的小孩有没有天分 很多家长会说我们这个就没有天分 我不确定她可不可以学 要不要再投资 对要不要投资下去 但是其实我确实遇过没有天分的孩子 在我刚开始教学的时候 这其实对我来说是蛮冲击的 因为我身边一直都是学音乐蛮顺利的小孩 就我自己的成长过程 你没有想过 我没有想过这会有这么大的困难 对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是困难 所以当我遇到这些孩子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是 我要怎么样去感受她的这个困境 这样子 所以当我试着去理解孩子的感觉的时候 所以我那时候才觉得天啊 这如果没有一点点天分其实真的那个起步相对困难很多 因为她有些人真的没有音感 嗯对 而且其实是节奏真的 她的想象里面她的单位是对的 但事实上她呈现出来的就是 就是错的 对对她就是没有在一个架构里面 那就是说她的逻辑对于这些的体会是比较缓慢的 就变成说你要花很多很多的各种练习 还有各种训练方式来把它建立起来 那你是明白跟家长讲 我会明白跟家长说 因为因为这个会影响到学习进度啊 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是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起点 那大家才可以一起往同样的学习目标来努力 假设家长就只是想要看到我很速成 就是这个孩子可以马上拉一首曲子的话 那她很有可能这辈子就只会拉那一首 其他也不会了 嗯因为这是假设她没有把她该有的 这个整个概念建立起来的话 那恐怕就是会造成这种结果 嗯嗯所以身为一个老师 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教学的良知跟道德 是不能为了收学生 没错就是我也有这种经验就是 有一个孩子我非常喜欢她 她就天马行空 她对她对很多美的事物都很有很有想法 是 所以在我们的想象里面这样的孩子 她可能对于学音乐是适合的 嗯但没有想到就是她的音感真的不够好 是 她可以欣赏漂亮的她可以欣赏好的音乐 但是她没有办法去判断自己是不是在做对的事情 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我跟家长就是很认真的谈了 所以我就说我觉得她不是没有努力 但是这个进步的程度真的是 很缓慢 太慢了然后而且这已经就是 我已经感受到这件事情对她来说再也不是 快乐是痛苦的对 其实学音乐它绝大多数都是痛苦的 我们只是依靠那个成就 成就感获得的时候用那个成就感 用那个每一个阶段的成就感来支持我们继续面对痛苦而已 痛苦的时间绝对是比较多的 但是当我觉得这个孩子的痛苦 呃并没有办法从别的 别的他并没有成就感可以去支持他这个痛苦的时候 我必须要去想说他是不是需要停下来一下 嗯对因为因为他 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动力来支持自己做事情 就是要有成果展 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跟家长说要不要请他就是暂停两个月的课 嗯 要是停三个月也没关系 让他感受一下这两三个月没有这堂课 他的生活有没有觉得比较愉快 理论上会比较快乐吧 对 因为不用被过练习 对对对他 其实他是愿意练习的 只是他的练习真的成效不好 对 我那时候就跟他说我还有问孩子 我说你有没有其他想学的东西 妈妈啊老师帮你跟妈妈谈这样 嗯嗯 然后他就说想要画画想要跳舞什么的 然后我就跟家长讲 然后后来家长就送他去跳舞 这个结果是我们 我们都没有办法都没有预期到的 就是他这三个月去跳舞之后 他在那里面如鱼得水啊 然后后来他他自己又偷偷去参加比赛干什么的 他的成绩非常好 嗯嗯嗯 所以说那才是他适合的地方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当老师也要懂得放手 因为就是有些孩子你看得出来 他不是不愿意努力 可是他真的在这上面 你只会消磨他的意志而已 他人生不应该这样子过的 你就让他去做他可以好好发展的事情 所以这样讲其实很多父母亲就会把他曾经的音乐梦压在小孩身上对不对 因为以前环境不好没钱学钢琴 现在就比小孩学 因为他现在有钱了 对对对会觉得说 再不然就是那是我们那一代是这样子想的 但现在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比较多遇到的是说所有人都学我的孩子是不是应该要学一下 跟风的 对对对就是跟风的想法是比较多的 再不然就觉得说甚至有些学校是规定大家都一定要有 嗯嗯那那这种状态就是变成说无论好或不好你横数都是要学一个 是对那现在比较多人学习音乐的起点是这样子 嗯嗯就是说要怎么样让他们变成说音乐可以成为他们生活的伙伴 或者说是一个他很习惯去抒发自己的管道 那就是接下来的学习我们要做的我们要怎么样引导和安排的重点这样子 嗯那回头再来讲你这个学习的过程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决定到国外去念一个演奏的硕士跟音乐博士 演奏跟音乐这两个有差别吗 嗯他其实主要是在这个学门里面 他们的分组啦我们在念硕士的时候 其实他这个文凭上面写的还是音乐硕士啊 只是说他下面他会有分组你是演奏的还是你是理论的这样子 或者音乐学教学之类的 对只是他下面还有在分组 那这个博士的话博士的话他就相对的比较重视理论 如果你在美国体系的话他就会比较重视理论这样子 那每间学校的重点还是不太一样 那当时会想要去进修 其实是一个他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念头 嗯 虽然说我妈妈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下定主意 这个孩子一定要去留学这样子 他觉得他觉得你学的是古典音乐 国外的古典音乐你就应该要去国外学习他们的 对对对因为到了大学的时候就是很多考量就觉得也许主要还是经济的压力啊 必须要说学习音乐真的是很少钱的事情 对对然后就是有在想说那是不是也许不用出国这样子 然后就那时候也算是跟风就帮自己做了一个备案就想说学习教育学程 然后我就去高中当实习老师 有些人看起来会觉得我浪费了那一年 但是我觉得那一年让我之后的路都走得更加的肯定 因为我很确定他不是我要的 并不是说在学校当老师不好 而是说他跟我从小到大在努力做的事情是有差异的 虽然说你的名称title都是音乐老师 但是大家都知道国中的音乐课在上什么 不是被借课吗 对常常被借课那就算了 就是你的音乐上课的内容里面有一部分就是放影片学生睡觉 当然也有很喜欢欣赏的 再不然就是会被学生要求说要 那时候他们最喜欢听的是周杰伦跟蔡依林 现代音乐 对但我没有觉得这些音乐的价值不够高 我并没有觉得说这些音乐不好 而是说这些音乐在电视上还有各种平台上面可以接收到的机会已经这么多 课堂上再放就真的你会觉得我们当老师他其实就是要传承 对不对要传承以前的人留下来值得交给下一代的东西 那如果因为我的课堂再去做这些已经到处都在做的事情我会觉得很可惜 然后再来就是我从小到大花很多时间练琴就演奏大爱琴 然后我每年我从18岁开始就每年都会帮自己规划读奏会 可是当我在学校当实习老师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很难发生的 然后我甚至我不只没有办法拉大提琴 我连正统的就是传统的钢琴可能都弹不到我要弹电子琴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对自己的过去的人生画了一个大问号 想说我以前在努力什么为什么我要 我现在在做这件事但是我以前做跟以前做的事情都没有很多关系 所以是应该要去音乐班去当音乐老师 才能够真正展现你所学对不对 那是其中一个方式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 我当时想要的是更好的演奏能力 也就是舞台 然后可以把真正的透过演奏的方式 而不是一直单纯口述的方式 来让更多人去欣赏到 我一直以来很喜欢的音乐是什么 因为我相信音乐种类之所以有这么多可以一直同时存在 那就是因为每一种存在都有它的必要性 但是有时候有些东西并不是没有必要性 而是没有人去推广它 它就会慢慢的被边缘化 之后就会不见 那台湾的古典音乐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大家很喜欢学 但是很少听 对 对就是 像我现在有些学生 他们一年听的音乐会 其实真的很少 就是十字手指头的用都 绰绰有余 绰绰有余 然后 然后他们认识的演奏家 他们认识的作曲家的知识 就是比我们当时还要少很多很多 贫乏就对 对就是大家都倾向于一个素成的表现 但是整个素养是很空泛的 它就是一个很虚的东西 那对我来说 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不足的东西补起来 那我相信这些东西并不是需要透过多么专业的一堂课 而是说在生活很简单可以取得的方式 就是我在这些空隙里面把这些讯息塞进去 偷偷塞进去给我的学生我的朋友 甚至透过网路平台给所有不认识的人 我觉得这都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后来才会去主持广播节目 甚至还拍自媒体 对对对 但是你哪一年的时候决定要选大提琴为你主要的演奏 哦这个这就跟台湾的音乐班的那个运作方式有关系 就是台湾的音乐班在小学你考进去的时候 你有一个主修乐器 对 它规定你还要有一个复修嘛 对 那其中一样一定要是钢琴 那当时我是用钢琴考进去的 那其实除了钢琴以外 我当时还有自己还有在另外学个乐器是竖琴 嗯就是那个弹波的那个竖琴 很优雅的那个 对因为我当时选竖琴的理由很简单 就只有我觉得整个乐团就它最漂亮 嗯对 但是我那时候遭遇到有个困难 就是说学校觉得买竖琴很贵 学校没有竖琴 哦没得学 对他就说呃 我们评估了一下我们如果要再买一台竖琴的话 因为当时我小我那时候是小朋友嘛 所以我我自己家里的是练习用的小竖琴 嗯他说就跟我妈妈谈啊 就说我们之后如果要为了他买一个就是 标准标准规格竖琴 那个底价最少从六十万开始起跳 那是很几十年前的六十万啊 所以学校很明显没有这个预算可以做这件事情 他们就算愿意请老师也没有乐器可以用 所以他就说要不要请你再重新抽一个乐器 他当时学小提琴的人已经太多了 主修进去的人已经满了 所以就是剩下中提琴 大提琴低音大提琴可以选择 嗯 那中提琴就是我个人对他的感受不深这样子 因为他讲的像小提琴 可他声音又不是小提琴 嗯嗯 所以我对他不是很确定 所以我就先去抽大提琴 那我得到了一个圈圈 老师说圈圈就是可以 那我就嗯好 然后就这样子开始了 嗯嗯 所以他的体琴就是随着小中大 越来越大就对 对对对对 那低音又更大 低音体琴又更大 他就是他就是站着演奏了 我们大提琴还可以做就这样子 嗯嗯嗯 所谓的低音大提琴应该一般女生比较少选对不对 因为体琴的关系吧 嗯 也不好携带是不是 对我们第一个想法是这样 但是因为学音乐的尤其是台湾或亚洲地方 学音乐的人女生居多 嗯 所以还是很多女生会必须要学习这个乐器 然后克服他的困难 他并不是说他并不是说你体型小个子不高就一定没有办法驾驭 只是说你要去找更多的方法来驾驭他 还是有技巧就对对对对 好那你在美国念完博士之后就 本来的规划就是回到台湾吗 就是你的舞台本来就设定在台湾 而不是留在美国演奏 其实不是就是我当时并没有帮自己设定 我一定要回来台湾或是留在美国 嗯但当时本来的计划是 在我博士的学分都拿完的时候 通常就是大家的做法是前面 三年拿学分 嗯 那后面论文你可以写个 慢慢写 你最常可以写个三年至少这样子 那这三年你就可以做很多工作上的准备 考工作啊 考乐团啊 考当地的各种职位这样子 那当时我当然也是就是想要寻就是想要寻的这个做法 对 嗯 但是呃就是人生有很多的意外吧 有很多的事件会突然让你改变你的做法 嗯 我当时博士是学校全额奖学金嘛 然后生活费大概学校也都cover掉了 所以但是他也就只有给我三年而已啦 嗯 所以说就是说我三年学分念完之后 我第四年势必是要一边工作 一边写论文 对 但是然后我那时候在纽约的工作其实已经谈好了 甚至就已经准备要搬过去 那想说接下来的生活可能会很不确定 所以于是我在那个暑假回了台湾一趟 嗯 那回来这一趟我就是发现 欸不对好像我必须回家 嗯 对就是家里有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应该要在这里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所以你那时候在美国已经几年了 那时候六年 对 因为我还有个双胞胎妹妹 我们的所有的学习路程都是一样的 嗯 她也一样修大提琴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她商量了一下 我就说那不然就是你叫原计划 那我先回台湾 所以你牺牲吗 欸也不能说牺牲 但是就是我做了这个选择了 嗯 然后那我不是还有论文吗 对不对 那所以 那时候我记得是五月份 然后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马上就写信给我的指导老师 指导教授 还有我所有的考试的评委 那些committee 我就跟他们说 老师我现在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我需要在下学期开学前就毕业 嗯 他们说 好 但是 好 就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论文还没写啊 对 我那时候只有大纲而已 我就订了一个计划表 我就说那我就是每个礼拜 保证写出几页出来 然后你们先分段 分章节来看 就是不要说全部写完才看 不要等你全部真本写完 对对对 然后这些老师也通通都 人很好 就很帮忙 他们也愿意这样子 嗯 这样做 然后我就在那个暑假把论文写完 然后在 我记得很清楚 我那一年的开学日是9月6号 嗯 我就在9月2号做 早上做了 论文口试 嗯 下午办完离校手续 毕业证书 确定可以获得这样子 然后我 3号凌晨我就搭飞机回台湾了 哇你就利用一个暑假写好论文 对就是完全闭关 对 就真正不是做不到的 就是必须做到 对 所以你回头再看那一个当下的决定 会比本来你的计划是留在美国边工作 慢慢写写三年会有不一样吗 一定有很大的很大的不一样 对因为当时我回来之后就是 必须要马上投入工作 对必须要马上投入工作 那 那事实上已经离开台湾那么多年 是很多管道所谓的connection 嗯 那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其实connection是很重要的 但是 但是在那个时候 其实是 要整个全部重来 对 所以 所以 头半年 我记得我就是所有任何形式的 表演工作 或教学工作 我都接 通杀 全部都接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就是 然后我那时候也自己写那个 呃 企划书提案 嗯 就是自己投去企业啊 还有一些 呃 当时园区的一些辅委会什么的 就是 找商业就对 那对 自己找 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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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帮自己找各种机会 因为说真的 每年毕业回来的人很多 嗯 那 那 大家怎么会知道这个人 在这里他会做什么事情 一定是要自己先去告诉大家 自我推销 对对对 所以所以那时候 呃 刚回来的那半年做很多这样子的事情 嗯 然后有一天就是在写 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写企划书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那个 呃 电台招募的 嗯 节目企划主持人的 的这个广告的时候 我突然在想 嗯 媒体其实是一个 有力量的东西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 就去自我推荐 就想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刚好就结合你的专业就对 对对对对 可是很多人 规国不是都急着先找职业团吗 找到职业团他的工作就稳定了 呃 但是那有 人家有开缺啊 嗯 要等就对 对就是这个是要等的 那是但是 因为这个开缺的事情 就是对我 对当时的我来说我并没有 我当时的状态 环境状态是不容许我坐在那里等机会 等他们 对我没有办法等机会 我只能有什么机会就抓住 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各种的 形式的演出 我都尝试 嗯 那这其实在 后来的几年里面 它也成为一个很好的回馈 是 因为大家就知道说 孙昀纯是什么都有可能的 嗯 什么形式都可以 什么形式都有可能 其实它就是很简单 它只要给我一把 我可以坐下来拉琴的椅子 嗯 这个演出就有可能会成立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接触到很多跨领域的演出 嗯 那比如说跟舞蹈结合 对 跟文学结合 或者是摄影美术绘画这些 嗯 那甚至后来发发展到就是 当然也有一些 比较好的实质利益的相演的这些东西 就都是从这些过程里面去发展出来 嗯 可是你在这么多跨界合作 会不会遇到那种 比较搞不清楚状况 他希望你用别的乐器来演奏的 或许他觉得大提琴那个声音 也许比较低沉 比较不适合他们的场合 嗯 要你换个小提琴这样 会不会有一些无理的要求 那我就会 我就会马上推荐小提琴老师给他们 对 偶尔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说会有些误会 就是说会大提琴就一定会小提琴 应该什么那个也会 对对对对对 因为电子乐器的老师们是比较容易说 这个也会那个也会 什么都会 对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乐器演奏来说 他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 对因为你们比较是所谓的专职演奏家 不像那些跑场的那些艺人 他可能什么都会一点 嗯 所以你要他换什么乐器他都没问题 对对对 有些时候他们找一个电子型 你要什么乐器 你要管风情都可以啊 对对对所以所以他是有一些些不一样的 但是这时候就是我们要找出怎么样去让更多人理解说 这个乐器他即使不是你想象中的声音 他也有可能会说出你想要的那个故事跟画面 嗯就是说他永远都是有做法的啦 是是是 所以大提琴来讲在推广上是不是最指标的人物就是马游有吗 目前现在来说应该是这样子 对然后过去我刚回国说所有的小女孩来找我学大提琴的 他们的指标人物大概就是像欧阳娜娜 对对那他们不一定知道马游有但他们知道欧阳娜娜 对我觉得我觉得他其实在每一个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环境里面都一定会有一些人会让你觉得 这个乐器勾起的一个学习动机 兴趣就对 对我觉得那都是好的 甚至有很多人想到大提琴第一个想到周杰伦啊 嗯嗯嗯 因为周杰伦他有拉大提琴 对所以呃我觉得都很好 但是我也会想要借机就是介绍我认为很好的大提琴加给大家认识这样子 所以你不会去想用大提琴来结合流行 嗯会啊也会会啊 因为对啊我们对那些包括小提琴不是有个那个 陈美也是拉的很犀利吗 对对对对对 有大提琴也有这样的组合啊 最近最近刚发专辑的那个2Cellos 那个他们他们两个很帅的国外男生 他们也是一样各种各式各样的曲目内容音乐形态他们都有 然后最主要是他们又很帅拉的很好炫技 那这些都是对于现在来说很好的表演 可是一定有古典派不以为然啊对对 这个守旧派或是所谓的这个守城 所谓的传统对对对对所谓的正统 对所谓的正统派他们会会会觉得不以为然 离经叛道是吧被叛师们 对或者是说或者是说会说那就是不正统啊 什么比较会觉得那个价值比较低 但我觉得事实上我们所有学习的古典音乐内容 在当时都是流行音乐 当当代以前 对对对对在他们刚发展的当时都是流行音乐 我们现在听的肖邦当时肖邦也是偶像啊 然后李斯特上台的时候是有贵妇会听他谈行 听到太兴奋休克昏倒的那种 所以这跟我们现在演唱会是一样的事情啊 所以我并不觉得说有什么是 就是这之间他没有所谓的高低之分 他就只有他是否能够继续传承下去的差别 传承下去才是最重要 对对对接下来孙老师讲一下你的现况 我的现况拍了一些自媒体 然后你有参加一些团的固定演出吗 是是就是过去这几年来啊 就是我有参加一个乐团 他叫做弯声乐团 那你可以从弯声乐团的名字 就可以猜测到台湾的声音 那他的题材就是演奏内容 就是他只演奏两种 两种音乐一种就是台湾人做的音乐 另外一种是台湾题材的音乐 他可以是外国人的作品 但是台湾题材 是 对之所以会投入这个乐团 而且花了蛮多的心力是因为 也是一样就是传承这个概念 就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发现古典音乐 所以之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架空的东西 嗯 有些人真的是把它当做装饰品 就是我会拉个乐器这样而已 那这个为什么会架空 是因为它不接地气 嗯 在欧美它为什么可以这么自然 是因为那就是他们的东西 嗯 它是一代接一代的 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太自然了 理所当然 对所以我加入这个乐团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就是说 因为它是以古典音乐的语法 啊 还有演奏乐器演奏方式编制来 嗯 来做台湾的音乐 那这跟我想要大家去注意到的 的重点是一样的 是一致的 然后我记得当时的这个发起人 也就是现在的团长李哲义老师 他那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喜欢 他说 我们常常都在音乐会的时候会发现 Uncle曲是大家最喜欢的曲 最熟悉是不是 尤其大家最喜欢Uncle曲是什么 望春风 哇 那拍手就是最大声的 可是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因为大家听得懂 他获得感动了 所以他拍手最大声 可是为什么他只能被放在Uncle曲呢 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再重新思考的事情 所以在过去几年里面 大概四年 对大概四年的时间 我花了蛮多的时间 在这个团体的演出 这样子 那他的乐器组成呢 大概有 就是跟国外的所有的乐团编制 交响乐团差不多 对都是一样的 嗯 好 那讲一下你的自媒体影片啊 你最近也自己拍了很多影片 教大家怎么听古典乐 对 这个其实是跟 是从我之前 我之前在电台做节目 就是 那时候也有帮忙编辑电子报啊 这些经验 所以 我就想说要怎么样 尤其最近疫情嘛 就这两年的疫情 在家里的时候就在想说 要怎么样才可以把过去的 把自己的过去当做资源来发挥 嗯 那也好险现在这些自媒体啊 这些平平台 是很方便的 所以 所以我那时候就 开始尝试要做影片 那当时其实一开始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啦 嗯 但是也刚好有一个机会让我 开始确定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那就是因为我这两年都有帮那个 中华电信MOD的这个古典音乐 所以我们就在这一月的古典音乐台做捣铃 嗯 那 好巧不巧就是 呃 今年我们想要录影的时间 刚好录影的时间就排在 今年五月疫情 封城的那个礼拜 嗯 然后就发现不能进了摄影棚 那 就是 怎么办 然后一开始本来说 我们再观察两个礼拜看看 就发现两个 两周又两周 就是一直 对 就是遥遥无奇 然后 后来我们就想说 不然我自己拍拍看 再加入给他们 对 再 再加入好之后 然后交给专业团队来剪接 嗯 那 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发现这件事情是可行的 嗯 那 虽然后来我就 我自己就没有专业团队可以剪接 但是我就 我也愿意 尝试自己剪接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 后来这些影片就慢慢 一个一个出来 就越来越多了就对 当然他的那个点阅成长的 的速度跟其他的这种YouTuber的这些会 会有落差 会有蛮大的落差 但是我觉得 这不只是 呃 我自己想做的事 然后他也可以维持我自己一个能量在那里 当然他如果有机会可以被更多更多的人分享出去 那就是 以前我觉得他成本很低 但是 对 收益 我说收益 并不是实质的收益 他可能不会有什么实质的收益 但是 但是他在 他对于很多人 只要他有一个 那个瞬间觉得说 哇 其实古典音乐很好听 或者是 我不需要理解这些理论 我只要知道他的故事 或者是 他可以带给我故事 就好了 对 所以一开始的讲解对你来讲是很困难的 对吧 一开始的讲解 因为你学的东西太多 可是怎么样让他简短又浅白让大家听得懂 对 就是要用没有学音乐的人的方式 对啊 可以让这些人懂的方式 而且你还要带入你所讲解的那个乐曲进来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些需要一些 设计 需要设计 然后 但是在设计的过程我自己也是开心的 所以 对啦 有没有喜欢这件事情很重要 热情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一向都是对这件事情有热情 所以 我就还蛮高兴说 现在有 有这些器材可以让自己完成这些事情 至少能够为古典音乐做一点事就对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一定要有 要建立够多的听众 会听古典音乐的人 那这些事情才会循环下去 不然他就是会 会变成一个过时的配件之后 就会被淘汰了 最后对我们正在学习音乐路上的青年朋友 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提醒 我必须说就是学音乐这件事情 对于很多人来说 也对于很多家长来说 他是会很质疑所谓投资报酬率 对对那投资报酬率这件事情 如果再放在学音乐上面来看的话 普遍来说都是不成正底的 以你目前的成就来讲也算 没有办法 就是我认为我认为我妈妈并没有得到同等值的回报 因为当年当年其实就很贵了 当年我学一堂课 一堂大爱情课 二十几年前 就是两千五了 对啊 但是现在的价码跟当初没有差很多 我懂可是物价却是长很多 对物价差很多 所以你说这个投报率它到底要怎么算 我觉得就是不用算算的很伤感情 再来就是我接下来要说 也有很多人说 这就是自我安慰的话 但我觉得它其实是真的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然后可以传承下去给孩子的东西 这些是物价的 我们的社会其实需要 需要这些元素的存在 他才有机会变得不一样 更美好 对 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父母亲无耻的爱 而不是去计算投报率 对 因为小孩的成长过程是最快乐 最重要的事情 对还有就是说这个素养的养成 其实非常重要 对美的事物的这些 这些养成的看法 对 这些都是 长大之后当然自己可以去找办法 但是很多人他就会 因为小时候没有这个起点 对 他之后也没有地方可以进入 对 真的我看到很多从小学音乐 也许他中间放弃了 可是他所学习的那几年的这种涵养 其实是会伴随他一辈子 对对没错 我还有一些朋友就是 他可能从小学音乐念音乐班 然后但是他中途就退出了 他就有些人去当医生 有些人去当女企业家女家人 但是他们还是在某些时候 他们就是我们来办一个 Reading section 就是大家一起私下来 拉琴 对 这些事情对于他们生活上 还是有很大的抚慰疗愈作用 然后再来就是 这些事情是可以跟小孩一起做的 那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让你的小孩远离3C 是是是是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孙英淳老师 为大家介绍他的音乐人生 谢谢 也谢谢老师